1968年,原本是一條公路 然後呢,在李明博就任張整個市長的時候呢 必須拆掉這塊的公路 然後呢,在整個動用整個所有的人力物力 找到一個清溪川的部分 也是當李明博當所有市長的時候非常大的部分 在這個博物館裡面呢,它有一個展覽室 所以整個展覽內容有介紹所有清溪川 從開川的時代,清溪川、清溪路、清溪川復原項目 復原後史林五大主題,歷史的點綴非常非常的豐富 我的區域預計停留有四十分鐘 這個汽車博物館在2005年4月1號 嶄新的面貌打造開放的部分 現在在2017年就有十二年 以Risco設計的圖書館的部分 博物館 這個是開始介紹是整個開川時代 這個韓國的首爾城 這個韓國的首爾城 比較靠近北邊 這個韓國的首爾城 是正式開始的部分 是正式開始的部分 首爾城 這算是正式開始的部分 這算是正式開始的部分 就是這一條,清溪川 光化門,景福宮,清溪川,後面就是南山 很不容易想像,早期這邊是一條公路 後來打造整個人文生態自然景觀結合在一起 2005年2004,再回到早期2003 1990年代,1980年代,1970年代,1968年代 是一條公路的部分 後來打造一個這樣的工程,早期的房子 更早更早更早,1960,190 是一條清溪川,最早 1950年代,1950年代 哇,真的不容易 四通八達,水是自然環境景觀很重要的一個樞鈕 能夠搭載一個水岸城市 代表這個城市景觀的發展 規劃特別發展 幸福韓國旅行 一見新知己小編 在清溪川博物館 今天2017年10月25號 台灣光復節 在韓國首爾為您現場報導 拜拜